母亲节在这个周末就让东森美洲台的金头脑母亲节特别节目来陪伴妈妈们 因为这一集的参赛者都是南加州的妈妈 连赞助商代表以及金钗助理主持人也都是为人父母 看着参赛者妈妈们一路过关斩将争取一千元美元的奖金 大家的心情也特别激动 金头脑第三集来宾全部粉嫩嫩 原来是母亲节特别节目特别邀请嫁盖妈妈们一起来挑战 孤家王是家庭主妇的强项 智慧王则考验妈妈的生活常识 最后的抢钱王就只能靠运气了 紧张刺激的比赛 让为人父的赞助商代表也捏了一把冷汗 不只参赛嘉宾 其实这一集的金钗主持人黄荣也是出为人母 陪着妈妈们一路过关斩将 自己特别有感触 刚刚走妈妈我宝宝才一百天 所以我自己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也特别有感觉 包括妈妈在竞猜类的时候那种精打细算 然后智慧王的时候妈妈们又特别的积极主动 妈妈们真的很厉害 而且妈妈真的辛苦了 所以还是要跟全天下的母亲们 包括我自己说一声母亲节快乐 你们辛苦了 南加州的妈妈们来势汹汹 想知道哪一组最后能荣登冠军宝座 获得一千美元的奖金吗 欢迎锁定5月9号星期六晚上8点超市62.6台首播 以及晚上9点超级台与美东台 而星期天晚上8点还有东森新闻台首播的2015年 金头脑 东新闻马力亭彭迪洛杉矶采访报道